第六小节 孟子为亲于其 出吊于腾 他现在被齐宣王任用 当什么 当一个亲 可以出死了 大死了 到什么 到代表齐 到藤国去吊上 去安慰那个藤文公 那个时候还做士子 这个吊就是吊上安慰的意思 藤国的国主死掉了 所以齐王派孟子 做国家的代表 到藤国去吊上 因为藤国是小国啦 结果王室 葛大夫王欢为辅刑 齐王不是只有派一个 孟夫子 他又派了一个他的宠臣 叫做王欢 王欢是在山东 以水那一带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大夫 那以水跟后学就有关系 因为后学的主级在那里 那王欢一路上 陪着孟夫子往齐国 往藤国去 又从藤国回到齐国 两个人招募剑 早早晚晚都会碰到面 那反齐藤之路 在去藤国 或者从藤国回来 齐国的这一段路上里面 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两个人天天见面 在一来一回的路途遥远 孟子从来没有跟王欢 讲任何一句 出吊于藤国 应该注意的事情 从来没有谈过 意思是把王欢当成 不存在的空气一样 所以公孙丑 在孟子回来以后就问了 他说齐亲之位不为小也 齐藤之路不为敬也 他说齐学王给你的 这么一个初始到藤国的位置 不算小 培行你的王欢 他的官觉也不小 你往齐国 往藤国 藤国回到齐国的这段路途 这么遥远 反之而未尝语言行事何也 为什么在一来一反 一反之间 你们天天相聚 你居然没有跟他 有任何言语上的沟通 为什么呢 你是主使 他是父使啊 你不是也应该要下一些指导旗吗 你为什么从来不开口讲话呢 结果孟夫子讲 福寄或自知 于何言哉 这一句话就泄露出来 这个王欢有一点 仗者齐王对他的宠爱 所以任何事情 他自作主张 不跟孟夫子去商量 孟夫子是大使 正使 他是父使 可是他仗着自己 得到国君的一个宠幸 所以他就 僭越自己的位置了 那孟夫子看在眼里 也不屑跟这样的人 去做计较了 所以孟子讲 跟孟子认为 跟这种人讲 也没得好说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不守理的人 没有尊卑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认知 所以我们跟人讲话 哪一些人可以说 说话的程度到哪里 自己也要拿捏 孟夫子说 他可语言 而不语之言 诗人 一个人你可以影响他 你可以劝导他 但是你却另习自己的语言 或者你怕说出去会得罪他 你就不跟他说 他应该知道的事情 那这个人 你就跟他失之于交臂了 那这个人是不可以做生交 不可以多说的 你只能泛泛之交 泛泛不着边际的言语 你偏偏要跟他讲一些 深刻的做人的道理 最后你就跟他结冤了 结冤仇 这叫做诗言 那诗人与诗言 都是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就非君子也 所以我们在成全人的时候 你话要讲到什么样的份上 哪一个是临界点 自己要有拿捏的 第七小节 孟子自其藏于卤 反于其子于盈 这是孟子的母亲死掉了 死掉以后 他把他的母亲要归藏在卤国去 因为那是他的一个 所谓的出生地嘛 然后归藏母之后 又回到齐国 中途有没有 就停在齐国的 银县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当地的 停留在银县的时候 弟子充于就问他了 他说前日不知 愚知不孝 前些天您不知道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老师你不知道我的才能不好 然后始于蹲降室 你竟然派我去监造你母亲的一个棺木 他说严于不敢起 当时老师因为母上 事情很繁夺 很繁杂 所以充于我 我不敢贸贸然 把我心里有一些话 要跟老师你讲 那今月 妾有请也 他现在 丧事也办完了 那老师你停留在银县这边 我心里有一些疑问 我想私下 妾就是私下 我私下的跟你来请问 是不是可以 他说什么问题 目若以美然 您跟你妈妈买的棺材 是不是太豪华了 这个问题 我们在上一次上课也讲过 所以过去在尊卑 男女的位置上 真的差异很大 我小的时候 还看过母亲是这样子 去侍奉爷爷奶奶 后来嫁到婆家去 听闻 婆婆也是这样子 侍奉她的公婆 我一想 哇 那个时代的女人 真不是人活的 很不适合我们生存 过去的人 妈妈在吃饭 我都以为 那些有一点言过其词 我仔细再细思 饭煮好了 那个爷爷 跟奶奶要先吃 甚至严格的话 奶奶也不能上桌 奶奶是在第二桌 爷爷先吃 爷爷跟他疼爱的孩子 那绝对都是男生 一起先吃 吃完以后 第二桌上去 那第三桌 才是那个家里面 煮饭的那个 那个父道人家 我就想起 确确实实 小时候看到的 祖父母 祖母都在 最后吃饭 收拾 残余的都是母亲 后来嫁到婆家的时候 听左邻右舍讲 早期我婆婆 他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 生的早 不如生的巧 刚好生在这么一个 男卑女尊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先吃 我们吃完 先生吃 我们先吃 孩子吃 孩子吃完 先生吃 生的时代背景有差 但是我们在座的前道 因为得上天的一个关顾 所以你们取到的都是那个 古时的贤妻 残留到现在 被你们给捞回去了 你真的很有福报 对不对 那个比较跟着时代走的女性 你是没有碰到 那就是站在台上的这一位 过去的你很难想象 女人的位置这么悲 那吃饭都这样子 连死掉一辈子就一次 那个棺木都不能够比 比先生要来的豪华 这实在是有一点 很难 很难去理解 但是我去查过礼记 他确实如此 过去人的形式 都按照礼记去要求自己 我们现在的形式 都按照自己的心情 在要求自己 这是人家成圣 我们做凡夫的道理 所以崇余就问 您跟母亲做的棺木 是不是太过于豪华 孟子就回答他 古者观果无度 上古时代的时候 其实没有观果这件事情 他没有限制 那到了中古的时候 中古就是有了历史记载 比如说三代以下了 那观就规定要七寸 果称之 果是外观 观是内部 果是外面的那一层 那外面的要大小 就是要跟内观要配合 要不然如果外观太大 那个内观很小 不是就是晃来晃去了吗 他说自天子 达于庶人 这个规矩都是一样的 他说非职位观美与 然后尽于人心 他说到了中古以后 把这个内观 外国的尺寸 把它定下来 并不仅仅是为了 观目的美观 抬出去要让人家看得 很有气派 他是为了要尽 人死之心啊 为人只要表达 对父母的哀期之心 所以才制定了这个规矩啊 他说不得不可以为悦 假如我的位置不到那个地方 我不能够按照这种古理 来制定观目的时候 那么我心里就有哀期之心 我不可以觉得很高兴 这个不可以为悦 你没有那个位置 你就不能够用那样的祭祀 三绝五绝七绝 后学在上一次讲过 你摆的祭祀的贡品 跟你在一个国家的地位 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没有钱呢 你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做不到也不可以为悦 也有一些半途 世道中落的 家道中落的一些 他虽然有官觉 但是他没有财富啊 他有心也无力啊 所以不能够去尽为人只的孝心 他心里面也有哀期啊 不可以为悦 就是他有哀期之心啊 得之为有财 古人皆幼稚 假如一个人 他的位置允许 他的官位在那边 理智上允许他这样做 他也有足够的财富 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古时候的人都会这样去做的 那无何为独不然 意思说今天我也做官了 而我的经济能力也可以 我为什么不能让我的母亲 住在一个比较好的棺木里呢 且比画者无始土亲夫啊 这个画就是亡死 已经死掉的人 他为什么要用棺木 上古没有 到了中古以后才治官 那是为了为人子 他把这个死掉的人 放进土里 外面有一层的棺木在包裹 他的肌肤不会碰到母 不会碰到那个泥土 不会脏污 不会被蚊虫 在那边给啃咬的意思 所以如愚人心 独无效乎啊 他说那一个想要让父母 让死掉的人 身体不要受到那些 所谓的泥水的一个轻尸 哪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做 他不要这样做的呢 他都要去做啊 因为只有如此 才可以让自己心里面安然嘛 你不会愧疚啊 他说无闻之眼 君子不以天下减其心啊 就是古人在讲 不论你胃再高 你也不可以有没有 在侍奉双亲的上面 过于的一个简约啊 这是孟子谈的一个孝道 那这个所谓的侍奉双亲的 这个上的一个礼节 在后面有一段经文还有关 或许在礼记上把他资料给他补全了 我们先这边就不要多题 我们进入到第八节 沈童以其思问约啊 燕可法语 沈童私底下问孟子 燕国可以去攻打吗 孟子说可 子快不得与人燕 所以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快 他说子快就是燕王 他不可以私底下就把燕国送给别人 子之就是子快燕王要把国家送给他的那一个宰相 子之这个人他也不可以私自就接受了燕王的这么一个庞大的馈赠 他说譬如有事于子而子悦之 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所管理的这个地方 啊你去跟这个人交谈之后 你觉得这个人的志向报复德性都远远高过于你 你很高兴 不告于王而思于之 无子之入绝 那你可以不跟你的国王去做任何的报告 你就把你国王给你的官决 你就私底下送给他了吗 哎这个朝服给你穿 那个位置给你做 以后这个正式归你管 你可以这样子制作主张吗 他说服事也亦无亡命 而私受至于子 那那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人 他仅仅因为你对他的欣赏 他在没有接到国王的指派之前 他就可以透过你的思乡授授而接受了你的官职吗 这样子做可以吗 那何以于是 如果一个读书人在接受一个大夫的官职 尚且不可如此逾越礼节 那那个燕王 那个燕像 怎么可以没有经过百姓的同意 就私自把这个国家就让渡出去了 结果 齐国就去攻打燕国了 于是有人就在私底下 又问孟子 或问曰 劝其罚燕有诛啊 我听说啊 有人问你 可不可以攻打燕国 你说可以所以人家就去打燕国了 有这一回事吗 孟子说 喂呀 哪里有这回事 所以孟子的东西你没搞清楚 你会认为这个孟子好像人前人后 心口不一样 他说有啊 沈童不是问你燕可法语 他问你说可以去攻打燕国吗 他说孟子就把那段话就跟他们解释 他说孟子是来问我燕国可以攻打吗 我就跟他说可以啊 然后彼然而罚之也 他就去攻打啦 对不对 彼如约 孟可以罚之 如果孟子他再进一步的问我 那如果齐国可以攻打燕国 燕国可以攻打 那谁可以派兵出去 他如果问这句话 我就会则将应之曰 唯天利则可以罚之 那个拥有天命的人才可以攻打燕国啦 那沈童没有问啊 他没有问我就没有说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是我鼓励他去打的呢 所以沈童没有把话听清楚啊 那什么叫奉行天命的人 这一段话就是道德经里面的 有一段话讲嘛 老百姓的生命一个人做错 他是任意的人可以去执行剥夺他生命吗 那老天才有权利啊 那个大刀的人你没有天的意思 你拿刀砍来砍去 你不善用其器会砍到你自己啊 他燕国纵然有败 但是你要去攻打他 你也要看看你自己 你真的是师出有名吗 你行的正做的端吗 所以沈童没有问下一句话 他只问我燕国可以打嘛 那燕国这个国王形势不正 确实可以攻打 但是我没有说你齐国可以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我有鼓励你齐国出去打燕国 确确实实从头到尾 孟夫子没有跟对方说 你齐国可以派兵去打啊 对不对 沈童少问了一句话 谁可以打嘛 他说譬如啊 今有杀人者或问之焉 人可杀也 有人问 那这个人可以杀吗 被问了就回答说 浙江印之曰可以 那如果他再进一步问 如可以杀之 谁有资格杀他 我说可以杀 并不是说你可以杀 这个人犯了滔天的罪 真的不足以活在人世间 是可以杀他 但是我没有说你可以杀啊 你应该要问可以杀 那谁可以去执行这个法令 那我就会回答说 为事实则可以杀之 那个负责司法的人 他就可以执掌这个刑法的大权嘛 我没有说人家都可以杀 那你把他杀掉 你说哎呀 孟子叫我杀的吗 所以经以烟罚烟 何为劝之哉啊 这句话就在骂齐国啊 烟国的国君昏庸无道 他没有说齐国法烟国 他说烟罚烟 烟王昏庸无道 那你齐君也是昏庸无道 所以才讲烟罚烟了 两个半鸡八两 那何为劝之哉啊 谁有去劝他们呢 所以就注定了齐国罚烟之后 短暂的胜利 最后有没有 还要割了七十座城池 给烟国的那个国王啊 本来是大胜后来变大败 一夕之间翻盘了 所以问东西要问得很清楚啊 我们在一些的经典研讨的时候 不是分很多组在问吗 有的时候你坐在下面听 我们抛出的问题 真的让人家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呀 人家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那个能答得出来的人真的是 真的是智慧高竿啊 答不出来就理所当然 所以问也是要有一个技巧的 问也是彰显你对于这个东西 你到底懂不懂 你不懂你就问得很奇怪了 我们仔细想 我们不懂的东西 真的问人家都问得很奇怪 像三西的用具 后学都不懂啊 我从来都不问 人家跟我说你要怎么用怎么用 我说可不可以不要教我 我去台湾大个大换机器 要把LINE的群组转过来 他说我教你怎么换 他教了我半个多小时 教完前面 我忘掉后面 教后面往前面 半个多小时快要40分钟 我最后跟他讲一句话 可以麻烦你直接把我copy过去吗 我说因为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小姐说我帮你copy 但是你有一个东西没有密码 没有办法copy过去 我说什么叫做密码 我什么时候在我手机设了密码 我都不知道 最后有没有怎么办 最后回到家里再找一个更聪明的人 小犬 我说请你帮我弄 这个你都不会 我说妈妈没时间 我没有说我不会 那不会他教你 那教我不是更糟糕 这就是此地无鱼三百两 泄露自己的弱处了 我说妈妈没时间太忙了 他说这两分钟就好 我两分钟那就麻烦你了 他真的两分钟就好 我摸了好几天啊 摸了好几天找台湾大哥大 然后四五十分钟解决一半的问题 一半要回来自己想办法 那一半我又隔了半个月全职回来 两分钟解决 我不知道要从何问题 因为我根本听不懂 要讲那么多的东西 到底那是什么意思 听不懂 所以我才知道 你懂的人才会问问题 什么三个鸡 四个鸡 五个鸡有没有 怎么那么多只鸡啊 三鸡 四鸡 五鸡了 我就跟那个 卖手机跟我讲的人 我可不可以要两个鸡就好了 我不要三个鸡好吗 因为三个鸡太复杂了 他小姐你在说什么 我说就是简单的 我可以间调话就好 不要给我三个鸡 四个鸡 便宜我都不要 我要两个鸡就好 小姐听不懂你的话 现在就是这个东西 凡在旁边没有人 我又何妨呢 所以斜然后之不住 所以人没有瞧不起 人家的权利 因为每个人都有所长 我有所缺啊 所以各位前贤 重点就在于后面 你齐国怎么有资格打烟国 因为你齐军也是昏庸啊 所以何为劝赐 在我从头到尾 没有劝过他啊 各位前贤 这多厉害啊 我们不是很喜欢推工 推过懒工吗 那你讲话就要 话留三分啊